小黄队今天看起来精神多了啊 喝很多了 前几天给他打完疫苗 又拉又粗的 因为他对那个疫苗过敏啊 我又带到医院去 给他输液输了好几天 又花了不少钱啊 为什么没拍呢 是这样子啊 因为有的网友不是老黑我吗 看我不顺眼 又说我故意把狗整病了啥的 说得可难听了 其实那种人嘛 真的 就是嫉妒我 恨我 他拿我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说我就没拍啊 我养狗的目的 也不是说 他生命了 一定要拍给大家看 其实拍给大家看了的话 反而让关心他的人去担心啊 还让那种黑我的人 看我不顺眼 所以说我就没有拍啊 现在他好了啊 你看现在油光水滑的 精神斗手 小黄豆生活的那个地方 真的环境非常恶劣 我坚持了快一个月 把他救出来了 也希望他健健康康的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的风景非常漂亮啊 也是天路十八万 刚从下面开上来 这上面非常凉快啊 过了这个大山就到云南了啊 我2020年骑自动车围绕中国专业圈的时候 就经过这里 想起当年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这边就是进入云南了 云南也是到处都是山啊 但是他路面比较好 还有到了云南的话 消费也会低一点 哎不容易到了这里 真的 走以前骑自行车走过的路 现在来开车 真的是感慨万千啊 多了四条阁 多了四条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边也不冷了 过了西藏都不冷 但是我在这个车保险到期了 只能买了保险才能折 因为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事故啥的 有保险的话有保险公司去赔 但是现在保险到期了 不能开啊 还两天吧 大家都知道我前段时间在拉萨那边 帮他们治狗确实花了不少钱 后面又去了阿里无人区 救小黄豆 一路上的油费炸的 开销真的挺大的 但是实在是没办法 哎说多了都是累啊 还好几个狗狗现在都很健康 这样子的话我的压力就轻很多了 前段时间看见小黄豆 打完疫苗过敏啊 特别可怜他 现在没什么事了啊 大家放心吧